这里是搬掉了傭兵 开局这个走向还不错 一个娃娃的头非常大的路在这边 那知道了 看见机械师天狐开局 这开局很舒服呀 这机械师这边演一擦真的是 硬着头皮来 只能硬着头皮来 打一刀没打住 板身一个抽刀 这块板子怎么说呢 机械师也没别的办法 一根触手绕触手 一边没打住 这里感觉黄鱼有点急 再补一个抽刀没补中 先知的鸟应该是没好的 看一下先知鸟好了给上 但是一边一边打掉 这个鸟相对来说意义不是特别大 刚好就给上了 这里再补个眼 一照把人照出来 前锋在这里 怎么说 还想来 搞事情 预判撞 一刀 完了 炸裂 真的炸裂 前锋这边拉走 这里还有个地下室 地下室的话 祭司可能有想法 祭司可能有想法 看一下 跟祭司先摸人 要救的话 黄一的地下室 说实话 前锋什么 前锋来就有 大概率就有去无回啊 进去一个口袋阵就是双倒 除非你是那种就是黄一在下面 然后你把他撞晕了 哪怕你在上面把他撞晕了都没有用 进去以后下面那一根触手一封 楼梯口一封 然后落地道一配合 基本上就是双倒 这接是不要了 这接是不要了 一根触手 找 开掉 罗孟这个黄一 我这两天在看他打比赛 真的觉得他的黄一 好稳 好稳好稳的感觉 把洞处理掉 然后找下一波节奏 一根触手一拍 知道应该是没有人会来了 但这边有耳迷 但眼布着的 这边那个叫什么 压尸口是有眼布着的 所以说他还是 比较扎实的 确定好了没有人 再来外面找人 用触手拍 不会再找到这个先知吧 穷者这波不救呢 还有点机会 还有点机会 机会不大 但是不等于没有 因为这里一台遗产 对吧 祭司那台大概率是干扰不了了 前锋修二楼的机 那先知外面再补一台 电机就够了 这里要抓祭司 抓祭司 手上三个洞 看水平了 这真的看水平了 一个洞出完 先把洞打掉 一边打 躲过 插眼再照 不好弄啊 一刀 小蝶这边是想要来卡一个视野 没卡住 这边一个触手 拉开 但是实体倒要吃 倒在了一台遗产机附近 前锋有薄命 前锋有薄命 如果说前锋的电机能够修掉 这边是怕过半 还是选择早点过来救 早点过来救呢 就意味着 这里要是先知去补前锋的机 然后前锋这边救下人以后 祭司带走 前锋再补这里的机 如果祭司倒了下一波是先知去万机以后先知救 前锋做了压机 有机会能够争取一个三人在场 但这个位置被照出来 这个前锋 现在不太好救 想再拖会时间 应该是拉球过去的 待会 一刀打 拉球被打盾 那完了 前面还有一根触手 不好救 这根触手太恐怖了 一边拍 还行 拍到了祭司 前锋 死追你前锋 肯定不会管祭司 翻出去一边 打中 好 双倒了 去找祭司 祭司这边穿洞走 有足迹 跟着洞找到祭司 这把应该是没了 而且先知是外面修了一坦 哦 这样子修 怕倒在遗产 但总体上来讲节奏是不够的 还能挂到先知的遗产 修了83% 二楼那台其实应该也修了50%以上 刚听声音第二阶段 450% 打一刀 插刀加速你去捞我这边触手 两个里面留一个 一边 两个里面留一个 祭司这个点 打动吗 前锋起来了 意义不大 先挂上先知 再挂祭司找前锋 那这样的话前锋有机会跑地窖 有机会跑地窖 而且刚才前锋我记得他是摸了一根针的 他可以换一根针 可以消乌鸦 这里是没看见 一个出手拍 在这里 怕前锋拉一波再去救人干扰 拖我时间 我这边往里面走 封他走位 插个眼 以为前锋不会救人 前锋说 我要救 我要救 没看见了 这波应该是没看见前锋 那前锋过去还能捞一波人 捞一波人 那找你了 一刀倒地 先知修掉一台机 如果让这个前锋来跑地窖呢我觉得有点机会 让这个先知来跑地窖呢感觉机会就很小 切个闪现 直接进来 上个黑圈 架死你 你吸出个鸟都走不了 转圈圈 转圈圈 一边拍 黄车四杀 这个黄衣打的真的又扎实又恐怖 扎扎实实的一个恐怖级四杀 同时 然后 一边 别挣 ear